大家好,欢迎收看ECU Workshop第五讲 这一讲我们将从总体上讲解一下ECU中的流量管理 流量管理是ECU的四大功能之一 也是最基础的功能 就像Cubernetes中定义了Deployment,State for Set等对象 对Port进行调度和管理一样 ECU中定义了一系列资源对象来对服务进行管理 请注意,服务是ECU中的最小管理单元 ECU中的这些资源对象 我们将在今后的课程中陆续讲解 ECU的所有资源对象最后都转换成了Deploy代理的配置 通过远程下发给了每个Port中的Sitecar 这张图展示了Cubernetes、ECU和Deploy中资源对象大致的对应关系 如果你对Deploy比较了解 那么学习Deploy会事半功倍 推荐一下我编写的Deploy技术教程 扫描左面的二维码可以在新阅读 如果你觉得看ECU Workshop系列视频不够细致 可以扫描右面的二维码看书学习 这张图里列举了ECU中与流量管理有关的9个资源对象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Gateway 它作为边缘负载均衡器 用来控制进出网格的南北线流量 然后是Virtual Service 它是流量路由的基本对象 以内置了对HTTP的支持 接下来是Destination Rule 它用来控制连接的负载均衡和异常点检测 SiteCard资源是用来配置SiteCard的网络可达性的 配置它可以节省网络资源 提高应用性能 Involve Filter是用来做Involve的自定义配置 用来扩展ECU Service Entry主要是用来引入 非CuponEase中注册的服务 Workload Entry是用来描述非CuponEase负载 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入虚拟机 Workload Group是对非CuponEase的工作负载的集合 它作用有点类似于CuponEase中的Deployment 还有一个比较新的资源对象叫ProxyConfig 它是用来对工作负载中的代理进行微调 具体来说 你要控制哪些流量可以进入ECU服务网格 需要一个边缘代理Gateway 我们在安装ECU的时候 使用的Default配置就已经安装了Ingress 它就是这个边缘代理 实际上也是用的Involve 你也可以选择再安装一个Egress 来控制出网格的流量 假如我们现在在Dev命名空间下 部署了一个名为Esteo Handbook的服务 那么它的host的名字应该叫 esteohandbook.dev.sivc.cluster.local 现在在网口外有一个HTTP请求 向访问这个服务 它的URL是GimmySong.io Esteo Handbook 在Esteo中的做法就是 声明一个Gateway和一个Virtual Service 在Gateway里面接纳GimmySong.io的流量 在Virtual Service中定义路由 最后总结一下这一讲 我们介绍了Esteo的流量管理原理 还有9个与流量管理相关的资源对象 我们大体知道这些对象是做什么的 还观看了一个HTTP请求的流程演示 感谢大家的收看 扫描屏幕上方的RM加入Esteo讨论群 我们下一讲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